更換封口機毛季需要更換的四個部分 首先這個是鴨頭 落蓋裝置 轉盤 還有後尾板 首先把鴨頭裝上去 然後用高型板手 固定 鴨頭 高型板手勾住 鴨頭的 合一個螺絲位置 然後用錘子 敲打固定 剛才勾形板手勾住的是 鴨頭上的螺絲 然後再用那個錘子 敲打固定就可以了 裝落蓋裝置 把落蓋裝置 把螺絲放緊 用六小時把螺絲擰緊 把螺絲放到 冷靜 鸡蛋 鸡蛋 用力搅拾把螺丝拧顶 下面的螺丝要跟下面的这一个 要对整螺丝口才能把它拧进去 固定好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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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这一个就是一刀上面的是二刀 固定好多次 固定好多次 一刀 固定好多次 一刀 然后这一刀 是二刀是二刀 最高点 一刀是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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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是一刀是一刀 一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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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 一刀是一刀 一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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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 apro 接着的开启 然后用手转一下 罐会不会动 不会动的话 就是合适的一个高度 然后看落盖装置 的位置是否合适 盖子 一般的话它是会掉到 上边的 这一个位置 就是落盖装置 这一块板 跟下面这一个白色的 这一个胶板 它是否平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不平的 所以需要调整 打开 电厂 现在就是要把这两颗螺丝 给松开 然后调整 落盖装置的位置 跟下面的这个 胶板的这一个 的这一个 的位置 螺丝松开后 以落盖装置 跟下面的胶板的位置 让它们两个完全是同叠 那个口 是一致的 最后就拧紧螺丝 由于 灌跟后尾板的键 太紧了 现在要调整 后尾板 把位置往后移一点点 好 回到自动的界面 然后拿一个罐子跟盖子 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然后我们就需要调整 下面的这一个手轮 调整手轮 之前呢 我们首先是要松开三颗螺丝 这是第一颗螺丝 然后 第二颗螺丝 第三颗螺丝 把刚才那三颗螺丝松开之后 然后调下面的手轮 由于 它是转的话 就说明它不够高 然后 要调整 把它调高一点的话 就逆时针 逆时针转 这一个手轮 逆时针 一点点尝试它的那个高度 然后拿个罐子去试锋 然后 然后 不算了 确定好 做回 OK 最后再固定 这三个螺丝 搞定了 是